养水少对胎儿有什么影响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石骏西安市第九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咱们所说的养水过少 一般就是养水少于300毫升 这个就叫养水过少 养水的产生 早期主要是胎膜产生的 晚期主要是胎儿代谢 就是咱们说的 新生儿的尿也产生的 它循环系统来产生的 咱们养水过少发生的原因 主要是咱们多见于胎儿的气形 就是它泌尿系统的气形 还有就是胎盘的功能 因为它胎盘功能下降了 它里头咱们输入 新生儿的液体也减少了 养水过少危害非常大 如果发生在孕早中期的时候 会发生流产 还有胎儿畸形 因为养水它保护着 胎儿的肢体不粘连 如果是中晚期 就会发生一个就是胎儿窘迫 为产期的新生儿胎儿的死亡 因为养水特别少的时候 咱们胎儿对外界的这些挤压 碰撞 其实对咱们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就进行一个缓冲 如果养水特别少的话 可能就是期待 就是完全暴露于胎儿的肢体和功力之间 就很容易挤压期待 造成一个胎儿功力缺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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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